房主名擔任知名萬表董事長 晚間台北旗艦店盛大開幕 派對上有蔡康永、林俊傑、張小燕 等藝人朋友都前來共襄盛舉 據今日新聞報導 父親成龍非常擔心自己的兒子房主名 表示是他安排房主名進入該品牌擔任董事的 希望他能多學一點生意上的事情 畢竟演藝生涯並不長遠 派對現場問到蔡康永 小S生日爆哭影片的是 蔡康永開玩笑的說 他自從演了電影之後 強烈要求自己的演技 剛好逮到機會在生日那天哭了一場 不過看得出來他越火越自在了 很替他高興 問到蔡康永最近開始籌備新劇本 竟表示不會再找小S合作了 對 如果有下一個電影的話 不會再找S了 應該會拍一個非常男性的電影 像S可能也會很難過 當然不會啊 他就急著要跟別的大導演合作了 他急著要跟別的大導演合作了 他急著要跟別的大導演合作了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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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